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上輪的英超聯對陣搬離的賽事 莫洛國中場岩拉巴特迎來了他在曼聯的地表戰 他出色的表現比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過根據《每日郵報》的報導 岩拉巴特在今個夏天 其實距離加盟曼聯死敵利物浦僅有一步之遙 紅軍對岩拉巴特的興趣並不是秘密 主帥高普曾經表示 自己曾親自打電話給岩拉巴特 希望遊說他加盟 而填補佐德安達辰等球員離隊後中場的空缺 高普差一點就能簽下這名他深移已久的摩洛國角角 但就在轉會的最後一刻失敗了 利物浦最終只能以3420萬英鎊的價格 從8人引進交人背置 他了解問題出於岩拉巴特團隊的內部 因此雙方之間的談判被割置了24小時 在這個期間 利物浦決定將引喚的目標 轉向拜仁的中場交人背置 列明荷蘭各腳 變形為更年輕 更適合高普技術的需求 岩拉巴特 其後改變了自己的經理人團隊 新的經理人團隊 在他租借加盟萬聯的談判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是阿斌 多謝各位收聽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